大S和汪小菲已经离婚一年 但至极依旧风波不断 汪小菲不断发文骂大S 并点名徐家人一个个开骂 就跟大S的现任丈夫拒军业也难逃炮火 不过大S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经过几天休战后 突然晒出银行整账鸣戏 二汪小菲亲手写的借据 再度与网上引起讨论 但没想到金玉都在忙家务事的她 三日虽然没有出席 盧广仲在小巨蛋的演唱会 但却用花篮的方式悄悄现身 并简单在卡片上写着 No 开心的在舞台上玩吧 祝福盧广仲演唱会顺利 另外小S又送上花篮卡片 写着姐爱你的音乐 你的生活态度 尤其是你在舞台上的魅力 由此可见 盧广仲与大小S的交情 照片一出也在网上引起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